- 近期蜜兔運動延燒 近期就有女網友大爆料 被已婚男主持人強吻 還拍裸照給對方 而所有線索都直向黃子教 對此他19日連錄製影片 在影片中他公開向對方道歉 隨後更直接點名多位大卡藝人 除了爆出大小S科藥 也提到吳宗憲 先怒罵他欠錢不還 隨後有說到 他過去的三段情史 表示他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情緒都很強大 現在這幾年他很敢說嗎 就什麼事情他都罪大嗎 最近他在講他謝和弦什麼告贏了 拿了幾萬塊 自己也是覺得很悶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才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這個幹嘛 跟我炫耀這個幹嘛 我了解他也是個欠錢不還的人 引人注意的是吳宗憲得知此事後 目前也已經決定要提告 並說到說的是真的 那就好好稱讚他一下 說的是胡說八道 那就要去法院幫我澄清一下了 講出我欠錢不還的證據 不然就是賠錢 很遺憾 本來自己還打算要支持他一下 如果皇子交連我 這個老朋友也沒有 那就太可惜了